这个玉米。 哈喽大家好,我是丽亦婷。 欢迎回到我的旅游美食频道。 那么今天的这一段视频要带大家去探店了, 就是位于槟城伊杰的七号龙门。 那么这家店主要是卖中式的粤菜啊。 还有一些香菜的。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话 我频道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旅游和美食的资讯 如果你也喜欢类似的内容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频道哦 我现在已经来到这间店了 然后我们要去尝试一下他们的招牌菜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好不好吃哦 这一家七号龙门啊 真的是和其他eget的店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一走进去就被里面的装饰装饰风格惊艳到了 这里除了是一家酒吧之外 也是售卖香菜和粤菜料理的美食餐厅哦 一走进去就可以看到墙壁上挂着 十大必吃的美食推荐 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经很习惯 用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来点餐了吧 七号龙门这里也是一样的哦 这里呢顾客会用扫描二维码的方式下单 然后服务员呢就会把餐点送到你的桌子上啦 哈哈擦它那边等下领域会超越大的 这个也来看你拍它 这是什么 手丝包刷 哎呀 哇 这个还能放过去的吧 不要放过来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啊哈椒的 韩国 这个也要自己炒 不用了哦 不要 要自己炒 不用后来太起酸还是点烤热的 嗯 你要拍嘛 拍热啦 OK可以 不要下手 他叫我 你啦 这是我家 诶那个很香 我自己最喜欢的呢 其实就是七号龙门的招牌黑毛猪排骨 甜甜又脆口的排骨 真的是很香很好吃 多来一碗饭也是可以的 那什么可以猫猪啊 那慢腿是包 你要烤的一个吗 包的鸭骨 可以拿一个慢腿 这样 我觉得它烤鸭皮不够脆 另外呢 我们也教了他们的蚂蚁上树 杭州东坡肉和小笼包 个人就觉得啊 小笼包是中等而已啦 因为里面的汤已经没有掉了 然后蚂蚁上树呢 对我而言是有一点点的 是大大的 但是呢 他们的东坡肉富有 真的很好吃 另外呢 我们也点了招牌的北京烤鸭 手撕包菜 干锅花肉 黄金豆腐 哈哈 我们五个女生 就是可以吃那么多啦 看看吧 我们吃的很开心 重点是我们觉得 价格其实还蛮公道的 这样美的用餐环境 再加上八道的菜肴 和四杯的热花茶 全部呢只需要两百块 多一点点 真心感觉是不错啦 如果呢你也曾经到七号龙门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你的用餐体验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道美食再见 我是丽婷 拜拜